I can't be right What the hell did we do now 编辞美国黑马漫画公司同名漫画的 美国现代版七个葫芦娃拯救世界的散学院第二季 虽然这个剧第一季在豆瓣上评分不高吧 只有6.8分 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被它本身的叙事风格 以及为了剧情推进削弱角色的能力给弹务了 相比之下MDB上7.9的评分 我觉得是更符合我的预期一些 如果你厌倦了传统超音电影那套 打怪升级拯救世界的套路的话 说实话这个剧还是非常适得一看的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打脸之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剧的一些基本信息 这个散学院也有翻译成雨散学院的 是改编自美国黑马漫画公司的同名漫画 是的美国漫画并不是只有DC和漫威两家公司 讲述的是义万富翁雷金大德哈格里夫斯爵士 收养了7名有超能力的孩子 想要培养成超级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 和漫画相比 剧中7个人能力上设定稍有不同 剧中1号Loser天生神力 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意外受伤为了保命注射了星星血清 使他上身变成了大星星 而漫画中更为夸张 说的是1号只剩了个脑袋 移植到了星星身上 2号Diego目前展现出来的能力 是控制飞刀百发百中 以及后天培养出来的格斗能力 漫画中除此之外 还有一项附加的超强肺活量 3号Edison的能力 是利用语言来催眠恐惑对手 相比于漫画的设定 这个是削弱最多的一个 漫画中Edison的能力 更近似于利用自己的语言来重塑现实 说啥来啥 所以不管是漫画还是剧版 都刻意削弱了Edison 划破了他的喉咙 让他没法说话 4号Klaus的能力 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是通灵吧 能和死者说话 同时也能召唤灵魂 5号的能力是穿越时间和空间 但是每次穿越时间的时候 都会惹下大麻烦 6号Ben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只有能够通灵的Klaus能够看到他 他的能力是从自己的胸口 召唤出海外来 7号VIA的能力是通过控制声音 来输出各种形态的能量攻击 大概吧 这个剧里面也没有讲太明白 7个人中7号VIA的能力最强 同时也是最容易失控 所以从小就被老爸研制的药物 再结合3号Edison的能力压制了他的超能力 而他解放超能力差点毁灭世界的事 也构成了第一季的重要危机 不得不承认从这一点上来讲 伞学院第一季的故事 确实有Existending系列黑凤凰的影子 这个过两天我们再单做一期 来专门回顾一下 今天就不细讲了 目前漫画这边一共是出了三部 剧版的第一季改编自漫画的第一部 与伞学院启示录 演制人员方面 第二季基本上还是第一季的原班人马 其中最出名的应该就是 饰演七号VIA的艾伦佩吉了 他本人因为主演了2007年的电影 《猪诺》红遍美国 后面还出演了刚才说过的 Existending系列中的幻影猫 在老板黑方黄青鸽雷发飘的 Existending 3背水一战里面戏的还挺多的 其他几位主演都是美剧里面的熟面孔了 不过说起来也都是不特意去查 根本记不住名字的那种 预告片方面 目前伞学院第二季 勉强算制放出了两支预告吧 不过第二支呢 其实就是几位主演在疫情隔离期间 各自增加大舞的片段而已 可能是在呼应第一季第一集里面 全家大舞的桥段吧 本局的正片会在7月31号开播 并且一次性放出所有的资源 虽然还有半个月吧 不过这段时间正好没看过的人 可以把第一季补一补 好了 这部剧的公开信息搜集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伞学院第二季的这支预告片里 都透露出了哪些信息吧 上来第一个方面 是5号穿越到了一个战果纷飞的世界 在第一季的最后呢 12345号虽然阻止了7号弯亚的能力 直接毁灭世界 但却因为7号弯亚的一道激光 打碎了月球 化成了陨石 还是毁灭了世界 5号利用自己的能力 带领大家一起穿越回了过去 打算保留实力 日后再战 所以这里应该就是 紧接在第一季的最后 可以推测 由于这是5号第一次带别人穿越时间 所以众人失散在了不同的时间地点 所以这一季呢 可能是他们要花不少的时间 来重新集结到一起 下一个画面是123467号被爆炸摧毁的画面 看几位的半想 尤其是2号Diego和3号Alison 明显和之前不同 可能他们在重新集结之前 经历的时间长度也完全不一样 同时6号Band的形象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应该还是以鬼魂的形态穿越过来的 接下来是5号和第一季的反派之一 Hazel的对话 我们知道在第一季的最后呢 Hazel获得的快餐店情人 在世界毁灭之前 消失在了一道蓝光里面 应该是使用了 他拯救自己快餐店情人时杀死主管 获得的时间局的手提箱来穿越了时间 看这一脸大胡子的 很有可能是在穿越之后 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 在这里呢 Hazel告诉5号 世界末日被提前到了1963年11月25日 而他们正身处于距离世界末日 还有10天的达拉斯 前面介绍信息的时候 我们提到剧版的第一季 改编字漫画的第一部 雨伞学院启示录 那么第二季呢 估计就是改编字漫画的第二部 雨伞学院达拉斯了 达拉斯这个地点 再加上1963年11月25日这个时间点 很明显这次世界末日 和1963年11月22日的 肯尼迪遇刺要扯上关系了 第一季中5号 在穿越回2019年之前 就正好在1963年的 达拉斯肯尼迪遇刺的现场 由此可见 肯尼迪遇刺也是时间局 需要保证发生的重要历史节点事件了 接下来展现的是 兄弟姐妹几个各自的穿越人生 4号克拉奥斯 凭借自己的通灵能力 和2019年世界末日的预言 成为了宗教领袖 3号Alison看样子是能说话了 但是黑人家女性的身份 估计可能混得也不太好 1号Loser理所当然的跑去打了黑拳 5号Ben身为幽灵 估计还要跟在4号克拉奥斯身边 但是看这里 这个关车门的行为 应该是4号克拉奥斯的能力变强了 使得身为幽灵的5号Ben 可以自由的去干预现实世界了 而至于2号Diego和7号V 这里我就看不出具体是个啥了 2号这里看着像是一个精神命运 可能是他心直口快说自己是Trag 被当成了疯子抓起来了吧 这号5号把大家都找了回来 并且告诉了大家末日提前的噩耗 这类7号V也是在场的 所以估计这一次的世界末日 应该不会赖他了 接下来就是大家找线索 分析情况的部分了 基本上能确定的是 这次事件的关键的触发点 就在于肯尼迪遇刺 而按照这里这个电脑画面显示的 这次世界末日的起因 应该是核战争 那么这样一来就建立起了 总统遇刺和爆发核战之间的关系了 而在这里历史发生改变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几个的穿越 对时间线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去修补时间线 接下来第一季中的反派势力 时间局再次登场 第一季中那个叫主管的女的 在和5号对峙的时候 说自己也只是一个中层干部 而这一次呢 时间局的大老板终于露面了 一个头上长鱼缸的大哥 之后是一个神秘人登场 不仅躲过了号称是 小二飞刀力无虚发的 二号的飞刀攻击 还在黑夜中领着一只猴子 在街上散步 好吧 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应该就知道了 这个人应该就是 此时还没有收养欺人的老爸 亿万富翁雷吉纳德 哈格里夫斯爵士 这也难怪 毕竟强龙不牙地头蛇 几个人大老远跑来的 找个熟人地陪接待一下 也说得过去 估计这里呢 就会给观众揭开 更多亿万富翁雷吉纳德 哈格里夫斯爵士的秘密了 比如他是不是像 骂话中所说那样 是一个外星人 以及他到底和43个 因为点赞关注转发什么的 或者大家觉得 我哪有说的不对的 也会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 发表你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发表你自己 对于剧情的预测 作为回报的话 按照我们假装看过 页面上的点赞数量 一个赞五个交换 一个复活成 所以大家支持 表示感谢 就这样 做得大脸 拜拜